開新農場收成 公司倒閉上網學種大麻 收成囉 用電風扇跟冷氣控制濕度及溫度 看起來成果不錯呢 呃...等一下 這座物好像有問題唷 台東是一名44歲科技公司老闆張彥龍 因經營不善 經了35歲的朋友劉天祥 租屋看網路影片學種大麻上網販賣 想靠大麻翻身 兩人是臉書遊戲開新農場的玩家 還常用臉書跟通訊軟體跟下線聯絡 與開心農場代號來稱自家大麻員 約百坪鐵皮屋的大麻員因經費不夠 刑犯還標會四十幾萬元 天購冷氣機、電熱扇、定時器、冷卻循環機等栽種設備 前年早上警方監控時 還發現農場應用電過度跳電 兩人誤以為是警方攻堅下的逃出門外 前晚警方收網逮捕兩人 並取出145株大麻與11顆種子 市值200萬元 刑犯公稱大麻種子是前年到菲律賓長攤島旅遊時 朋友所提供 但警方懷疑他公持避重舊輕 推測是透過快遞向國外買種子 將再進一步釐清 嫌犯這種大麻的種子 是從菲律賓那邊所購買的 那麼他栽種的提示 是從這個網路上 裡頭的這些記事 然後辦辦的一個學習 所以他們栽種算是 已經從網路上學習栽種成功 訊號易毒品無害防治條例 製造及販賣二級毒品移送 追蹤可處無期徒刑 這下擁有開心農場的兩人 一點也開心不起來了 東新聞彰化報導 地下擁有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